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二章的第四节课 就关于电铺保证金 运飞险以及瘴气保障的相关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电铺保证金 电铺保证金的指的就是 你现在去淘宝开店 算是免费的 但是你的保证金是一定要交的 保证金虽然说不扣你的 只要你不产生重大的违背的话 但是不扣你的保证金 但保证金是要你去交的 那么怎么去交 在哪里去交 我们去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步是进入到我们卖代中心的后台 然后点击右侧店铺的logo 小三角点这里 然后这边会有保证金 单级保障和电单线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点击 这样的话进入到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去缴纳保证金的页面 当然手机端也可以去缴纳 用在接纽里面 然后找到店铺 然后去缴纳保证金也可以 这么不重点讲 你去这样去做一件代发 或者会员的话 建议是用电脑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后期收到宣款 那么欠牛的话 可以作为你看数据简报 然后简单的一些操作 可以用欠牛去做 好吧 然后我们讲保证金的缴纳 保证金缴纳的 它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现金保证金 第二种是保险保证金 现金保证金指的就是 你要往支付宝去冲钱 缴纳的时候 扣你支付宝金的余额 是现金保证金 然后保险保证金 就是说你花30块钱一年 购买一个1000块钱的保额 这是保额 我这边总额是2000 那么1000的现金 1000的保险 如果你的资金不是很多的话 你可以选择保险保证金 就是花30块钱一年 去买这1000块钱的保额 它也是可以去让你去开店的 但是新店的时候可能没有 新店可能没有 但是你要看你具体的情况 因为你店铺开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受信的余额 就保险公司 给你一个受信的余额 看你的受信余额多少 如果说你的余额有1000 那么你可以开 但你经营的越好 你的受信余额可能会更高一点 所以说关于知识保证金 大部分内幕是1000块钱 那么如果说具体内幕不是1000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表格 看这个表格就在这里 查看各内幕保证金额度要求 我们点击查看 那这边全网 所有的内幕 它需要多少保证金 那这边都ok都有 大部分内幕是1000 住在家居 然后香水彩妆 运动服 休闲服 酒店公寓 这些可能说稍微高一点 然后平板电脑 是5万 对吧 然后你具体的看 你看你是做什么内幕 从这边来看 你可以 好吧 这是关于保证金 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 一个有限定的保证金 就是1000块钱 就是需要你自己 可以从余额宝里或者从你的支付宝余额里面去经营抵扣 这是 他把默认是从你的余额里面扣 如果说你余额宝里有钱 但余额里面有钱 需要先把余额宝你的钱转到你的支付宝余额里面 然后再去抵扣 它不会从你的余额宝里面直接扣掉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幸运保证金就是结合你的资金情况 如果说你的资金足够 你就不用开 如果说你资金不够的话 它是30块钱一年 消费性的不退 但是你现金保证金你不做了 它可以全部退给你所以看你这个资金的情况 好吧 这是关于保证金 第二个运费险 运费险什么意思 运费险也就是 算是保险公司给你这个订单买了一份保险 如果说买家退货的话 保险公司会给你理赔运费 如果不退货 那这个钱向上去交个保险公司 运费险的多少会根据你订单进入到高低 比如说你颜色300块钱的订单 可能说运费险是会高一些 比如说你几十块钱订单 运费险就几毛钱 这个是要看不同的客单价 运费险的高低是看你客单价来的 那这个我们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呢 在这里 点击这个位置 订单写和单击保障开不开 订单写的目前像我这个店铺 它是做虚拟产品 它是淘宝默认不支持七天五有退房货的 所以我的订单写就没有开 我的订单也没有开 如果说你是做一键代发 特别是那些退货率比较高的行业建议去开启 就像服装鞋子包包 这种其实行业的退货率比较高的 特别是女装建议去开启一下 价格也不高 结果产生退货的话你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而且把货直接推给供货商 你中间不承担任何的风险 所以这块的话还是建议去开的 一键代发建议去开 直接把货推给供货商 这是关于运飞鞋 你的行业如果退货率比较高 像服装类的特别是女装 那建议是把运飞鞋开开 因为普遍的女装的退货率比较高的 第三个是战期保障 战期保障是什么意思啊 特别保障指的是交易货款 战期延长 就是当买家确认收获之后 15天你的钱才会到你的职务 这的话就会延长我们资金中转周期 可能正常来讲的话 现在是20天对吧 其实买家不主动确认收获的话 也是最长20天你的钱就会回来 对吧 如果说买家主动确认收获的话 可能说你的周期会更短 但如果说你开了战期保障的话 你确认收获之后 然后再等15天 你的钱才会过来 就无形的去延长你的资金流浪的周期 说这块是不建议大家去开启的 当然有些内幕特殊 比如说3C认证的内幕 说儿童玩具 或者说也涉及到交易风险 交易安全的内幕 系统强制你去开 那没办法 对吧 但如果系统不是强制你开的话 这个没有必要去开 所以这是关于战期保障 不建议开 因为开的话会延长你自进回路的周期 好吧 这是关于第四节课 我们讲的关于保证金 运飞险和粘期保障的小问题 如果说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咨询我